氣球在所有人的恍惚聲中 緩緩升空 浪愛起飛 公彩嘉年華也正式開始 當然是社會局利用公益彩券 所存下來的基金 舉辦公益委員會 吸引許多身心障礙者 前來擺攤 展出自己的手工藝品 這個公益的正能 能夠更加的壯大 力量大了之後呢 我想我們做的事情 做的公益一定會更多 更無微不至 現場還邀請歌手 來為歌唱比賽決賽能唱 社會局希望藉由這項活動 能夠讓市民朋友了解公益裁券的用意 讓所有市民一同參與 幫助弱勢團體的行列 是讓大家看到說 社會局運用了公益裁券這個基金 在做一些什麼樣的社會服務 也讓這些服務呢 讓更多人知道 我們希望呢 有需要的市民 不管是身心障礙者 兒童 婦女 老人 都可以多多的跟社會局聯繫 來得到一些適切的服務 這一次的活動 也讓社會大眾知道 公益裁券不僅有樂透圓夢的希望 還可以傳遞愛心與關懷生命 讓大家一起共同來做公益 解週末 馮玉琦 台南報導